本所于10月31日接获皇女报案 称其去年起遭杨男怡投资假监警等名义诈骗 前后交付现金约新台币1000万元 警方研判,嫌犯必定顾忌重施 于是请皇女配合 果不其然,于11月3日杨贤再次以检调办案为由 要求皇女至指定大楼将现金放置信箱内 被案人携带警方所提供的假现金 前往后,警方于周边埋伏布下天罗地网 见杨贤出现取款之际,即向前以现金犯逮捕 全案依诈骑移送士林地检侦办 警方呼吁诈骗手法常以投资检调办案为由进行诈骗 民众依加强警觉性,如有问题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 以反止汗事发生